其实孕芬这几年很着重在理财教育这个部分 而且你是向下扎根的理财教育 你的对象甚至于可能是你的小孩 你自己的小孩 别人家的小孩 你是在告诉大家 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怎么样面对跟冲领金钱 我看起来觉得是很好的 看你的书我也觉得很有收获 可是有一点点小担心 就是让小孩子这么小 就理解金钱跟面对金钱 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事事都要向前看 我是觉得说金钱教育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慢慢地去累积起来 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课本上面可以学到 就像很多妈妈跟我讲说 孩子都不知道吃米不知道米嫁 都不知道多少钱 我说你带他去超市 你让他知道他牛奶多少钱 我觉得金钱教育是慢慢地去跟他分享的 曾经我也参与过我们学校 有一些学校他们做金钱教育 我真的觉得金钱教育真的蛮难的 因为有一个小朋友在哭 他说买冰室车是车尺浪费的行为 很多人都写对对 只有他写错 他就哭了 因为他说爸爸说买冰室车比较安全 因为他钢板很厚安全气囊也很快就会散发出来 可见他是富有人家 爸爸这样讲也没有错 如果你家里可以负担得起也没有错 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金钱教育真的没有办法扣过学校 很制式化的来教你 所以这会落在我们家庭当中 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希望在金钱教育当中 我们能够辅佐他们去建立一下什么是爱 什么是责任 然后你去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这没有好坏啊 有钱人家选择冰室也没有错啊 没有钱的人家我们不用冰室也OK 对不对 我可以搭更这个具房状系统的高铁或者是那个捷运 对不对 或也很好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做亲子理财教育 只是教小孩数钞票 我有看到那个银行就教你数钞票 就告诉你什么叫汇率 我觉得不是耶 是家庭的责任 还有你这辈子的责任 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跟孩子讲 我房贷交不出来之后就是你要交了 对不对 如果他高中了 好有压力哦 对这就你的责任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它卖掉 那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 从幼稚园啦小学啦国中高中啦 慢慢的去建立他们的一些这个理财的概念 那如果我们要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形容阅读 孕芬你会怎么讲 一两句话来阅读啊 好吧两三句 我又觉得说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我们聪明的太迟 老得太快 我觉得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老 可是就是我很焦虑说那我聪明的不够 所以我才希望看到这些书能够丰富自己的一些知识跟尝试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人生已到了我们中年过后 其实都有很多生命的幽谷很难去度过 但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直陪着你 但书可以一直陪着你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凉拌 我不得不说像我的生命有很多的谷底低谷或者是真的是接近死亡的一个幽谷 我自己多次也在病床当中 那时候如果亲人不能在你身边陪伴你的时候 那当然只有书可以陪伴你啊 所以那时候有几本书也是常常成为我的 生命之书吗 对是生命之书 你还记得的是哪几本书 我很喜欢一个为了下一次重逢 对那当然这个作者跟我有相同的经历 我们都走过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人生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赚不到钱 生命最苦的是生离跟死别 我觉得你赔钱或你赚不到钱都没有关系 但生离死别的确是你很难去度过的 但这本书的确就能够真实的疗愈了 有疗愈对 然后另外一本书我也觉得不错 就是转变是一种仪式 它是一本翻译书 就是说当然人生有很多的转变跟蜕变 那为什么在古老有很多的部落民族 他们会用这种仪式 那后来这也会影响到我的生命 就是我也会觉得仪式感就会变比较重 仪式感的很重 就是说我今天要跟你吃饭 那我就会乖乖的跟你吃饭 会跟你聊天 我就会再看我的手机 我很重视这一天 然后我就会很重视这本书 我很重视这个人 我觉得这也是在阅读之外 带给你生命的一个支撑 听到了没有 夏老师在说要来听 来来来 来来看名人书房 这东西的一头 我不能寻找你 因为你靠你了